来测字 请问神佛 2020年10月29日早上7点半 台湾F-51飞机飞行员朱上尉坠机身亡 他的坠机是有供蝶渗透陷害的吗 请出示一个字来告知真相 好,现在随便翻眼睛闭着 然后随机翻一页 然后指一个字 然后这个字 手盖住的这一个 做 大家所做 记录大家所做 记录大家所做 做 大家所做 诶,那可能就是说 的确是有人动手脚 而且不是一个人而已 而是大家所做 那也可 也有可能就是说 是大家的错误啦 也就是 坠机事件是大家错误造成的 好,这个老,为什么F-51这么老了还没有淘汰 那就是,那就是2008年马英九上任 当时的空军总司令 当时的空军总司令就有向马总统报告说 呃,陈隋扁任内就已经有交代要做这个F-51的汰换 那请马总统呢 那请马总统呢 才是 我们是要 国造 还是要 要 怎样 好,结果 结果这个马总统就把 这个国造的计划给 排除 然后说是要 要 要这个向外国购买 但是从 从他上任的 2008年 到他第一任结束 2012年 都还没有决定呢 就在那边 小中中他呢 到底是要买化果的 还是要买 美国的 还是要买 某某某某某某 就这样 一游 都没有决定 啊 等到他 连任成功 2012年 到 2016年 竟然也还没有决定呢 结果 竟然长达 长达 8年 整个 整个 这个 国 国 国军飞机 太旧换新的计划 全部 没有 进度 啊 啊 最后 最后他在卸任 卸任的 前夕 他就 批了一个公文 说 我们决定要 这个 国 这个 好像是要自己造 啊 但是 他 就这样空口白话而已啊 也没有那个 经费什么都没有 编列预算 都没有 也就是说 丢烂摊子给蔡英文总统 哎 长达8年 你看 本来 今年 就可以 本来 如果说 当年 2008年 马英九上任 他就 开始 国际制造 或者是 向国外购买 如果2008年 他就批了 那 现在 2020年 台湾早就有新的战机了 但是 因为他 长达8年 他都没有作为啊 结果 就 新的战机 在 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 才 决定要 自治 那 必须等到 这个 20 至少是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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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20 2021 20 20 20 那至少還要接近三年 可惜啊 那當年為什麼馬英九沒辦法決定 到底是要國基製造 國基製造已經被他否決了 因為國基製造的話 你要撈油水 要貪污就很難 其他要混一杯 這個國防預算是外省人最大的財庫來源 他們都是 長年以來 他們都是靠採購 軍購或者是搞國防來貪污的 像拉法葉劍一撈就是幾千億幾千億 那為什麼這個飛機這件事情馬英九搞不定 那就是因為之前是不是拉法葉劍 已經把法國給搞得天翻地覆 有一百多個人 國內外總共加起來 有一百多個跟拉法葉必案有關的人被暗殺 所以說你現在你要向外國採購飛機 你又要貪污了 你要收回扣 那你這幾千億到底是要由誰來分賬呢 敲不定啊 敲不定啊 因為現在要分賬要搞這個貪污 因為拉法葉劍的事情在野黨盯得很緊 然後外國的在野黨也在盯他們國內的執政黨 有沒有貪污啊 所以說搞不定 竟然馬英九任內八年完全搞不定 你看喔 同樣的事情 蔡英文一上任馬上就排版定案 國際製造自製啊 為什麼這樣 因為為什麼差別那麼大 就公文批下去而已啊 就你要自製 OK 你不自製 那就是採購美國的法國的英國的 報表看一看 最多啦 考慮個一年也夠了吧 但是這個蔡總統很很明確 馬上就決定自製 因為這樣沒有收回扣的問題 這麼簡單的事情 蔡英文總統上任半年內就搞定了 然後馬英九搞了八年搞不出來啊 然後搞掉好幾個空軍優秀的飛行員 你看多冤啊 他們多冤啊 他們這些空軍英雄死了 是不是要去找馬英九算賬啊 或者找投票給馬英九的人 算賬 你別以為你隨便投票看馬英九英俊 你就投給他 你害慘大家啊 你看現在台灣為什麼國防差 會差這個中共一大姐 就是那八年 還有這個陳水扁上任的八年 國民黨在馬英九當黨主席的時候 全力杯葛 黨軍購 聽說黨了八十幾次吧 黨了好幾十次啊 就是不讓陳水扁採購武器啊 你不讓陳水扁採購武器 結果馬英九自己上任以後 大肆採購耶 這不是很反常嗎 你不讓陳水扁採購武器啊 你自己當上任以後 你卻大肆採購 而且採購的都不是國軍真正需要的 你看像那個戰鬥機就 他就不採購啊 搞了八年搞不出來 啊其他的買一些有的不的 那為什麼馬英九當國民黨主席的時候 要擋陳水扁總統的武器採購 因為採購武器就是可以收回 回扣大家貪污賺錢啊 阿扁時代的阿扁時代 那回扣他們拿不到啊 人家阿扁又不貪污 執政黨又不是國民黨 那國民黨拿不到 撈不到油水當然就 就擋啊 就擋那個軍購啊 擋那些軍購 然後等到他們有機會執政了 他們才來買 他們就才能收回扣啊 就這樣嘛 這道理很簡單啊 就好像現在 這個各地的市議會 各種建設啦 像我們台南 什麼鐵路高架化鐵路地下化捷運 那個在野黨國民黨啊 難贏的啦 通通黨全部黨啊 為什麼黨 因為執政黨是民進黨啊 他們國民黨的議員 民意代表拉不到油水嘛 所以就擋啊 如果是他們執政 如果國民黨執政的 他們就不會擋了 因為工程都由他們來主導 由他們來花包 他們就可以撈油水了 可以收回扣了 這樣你知道嗎 這也不是我亂講的啦 大家都知道嘛 以前國民黨長期執政的時候 那些民意代表是怎麼花大財的 以前國民黨統治的這個威權時代 那時候你當國民黨的民意代表 每個人身家財產都可以很快 就累積幾個億幾十個億幾百億都有可能呢 為什麼就是收回扣嘛 根據這個這個叫做什麼 這個啊 習慣啊 就是潛規者啊 收百分之三十的回扣啊 天啊 百分之三十的 以前啊 甚至連那個女老師要 都要調單位 都要給那個國民黨的教育局局長睡 譬如你從台北 你要調回來那個台南 那你要申請調 那第一關啊 你就要經由台南這邊 那個國民黨的教育局相關人員 我們不要說教育局局長 要睡美女的很多啦 不只教育局局長而已啦 要蓋章的啦 都想睡啦 他會先審查看這個女老師 漂不漂亮 如果難看的話啦 直接就否決啦 別想調啦 以前想 想從其他地方調回來台南的 女老師真的是超多的啦 啊 那個 如果你長得漂亮的 哦 那不得了了 每蓋一個印啊 人家都 都要你賠稅啊 啊 那你怎麼辦 啊為什麼 為什麼會知道這些事情 因為以前我姐姐 就是想從北部調回來啊 而她是有 有資色的啊 那你就知道 多困難啊 這個 恐怖啊 恐怖 好 那我們再來測 這個台北市市長柯文哲 據說啦 要把陽明山國家公園的 某塊 已經被禁很久 沒有不能開花的土地呢 因為環保團體抗議 而不能開花的土地 他在卸任之前要把它開放 喔 被批評 土地財團啊 啊 那柯文哲有 被 批評的 可不止 這邊而已 選前 他說要辦五大弊案 結果 選後呢 五大弊案 通通不見了 然後 大巨蛋 竟然 在有 公安 顧慮之下呢 那竟然要開工了 那竟然要完工了 為什麼 柯文哲在選前跟選後差別這麼大 好 我們來問神明 請問神明 台北市長柯文哲 是不是有什麼把柄 控制在 中共的手上 就像那個 台北市 就像那個 美國 拜登 父子 有性愛光碟 控制在 中共的手上 或者是貪污的證據 掌握在 別人的手上 請問柯文哲 是不是有 同樣的 打柄 落在中共的手上 呢 請 神佛指示一個字 好 我眼睛閉著 隨便亂翻 好 指一個字 蓋住的那個字 飛 曾經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 吊區元父 飛耶 飛就是說沒有啦 他沒有那個什麼性愛光碟或貪污的 的影片 掌握在 中共的手 手裡 飛嘛 然後前後的句子 曾經寫了一篇非常有名的 吊區元父 這好像是說 柯文哲 就是要當類似區元的那種角色啦 他不是因為色情光碟 或者是貪污被人家掌握 而是類似區元這樣啦 區元是怎樣的人物 他因為勸那個楚懷王 不要聽信寵臣奸臣的話 而得罪了君王嘛 然後就被被貶 然後他傷心之語 他就跳蜜羅江自殺 難道柯文哲真的是這樣的人物嗎 是像區元這樣的人物嗎 他要勸 蔡總統 不要怎樣 不要怎樣 然後蔡總統不聽他的話 所以他準備去跳 跳什麼 區元跳蜜羅江 那柯文哲要跳淡水河 是不是 那這個區元跳蜜羅江之後 呃 大家就吃粽子 啊那個柯文哲如果跳淡水河之後大家會吃什麼 吃肉包 還是肉掌肉色飯 滷肉飯 好吧 我們就看 期待柯文哲是不是會當趨眼第二啊 然後我們準備來吃什麼肉色飯 然後 但是 這個 測試的結果 他好像是沒有 類似拜登那樣被人家掌握 掌握這個貪污 或者性愛光碟 那 那是不是還有什麼其他的 因素啊 導致他對中共如此言聽計從 這個就不得而知啦 好 那我們再來問另外一個人 那請問 神佛 那 馬英九呢 馬英九也是很舔共啊 而且舔得有點 舔得有點過分 還是跟習近平握手 那請問 這個馬英九 他還延誤那個軍機的採購 跟國造軍機都被他延誤 請問馬英九是不是有類似拜登父子 那樣被人家被中共掌握性愛光碟 或者是貪污的證據 請出示一次 我們隨便 來自我 按 這個字 我的拇指頭太大了 那 到底是 到底是 哪一個字 這一個 欸 像啊 荒芒的 整理衣帽 荒芒 像 向祂道歉向 前後的句子是 大吃一驚 慌忙的整理衣帽 那有可能就是沒穿衣服 然後向祂道歉 那就是被仙人跳囉 然後這裡寫什麼 我厭因雖然無德 但總算免除了你的厄運 我厭因雖然無德 如果換成現在的狀況 他說我厭酒雖然無德 但我比你長比你粗比你大 這個衣服沒有穿 大吃一驚 意思就是這樣 先人跳要抓狗 人家衝進來衣冠不整 然後他就向祂道歉說 我雖然無德 但我比你長比你粗 類似這樣 以這個測試來說 的確是有可能 他可能有 柯文哲沒有 這個馬英九可能有 這個 郭文貴啊 那個逃往美國的那個 郭文貴他就說有啊 他說中共那邊有掌握 馬英九的什麼 也不曉得是什麼光碟 反正 這個馬英九的言行是很奇怪的 那我們再來問看看其他 也是很奇怪的 白朗好了 白朗這個黑社會的 請問啊這個白朗張安樂 為什麼那麼舔共 他還大也不曾說 他是中共的通辱人 請問他是不是像拜登父子那樣 有所謂色情光碟或貪污 他不是官員啊 他跟貪污沒有關 是不是有類似性愛光碟 掌握在中共的手裡呢 請出示一個字 好我們隨便換一個字 然後按這個 蓋住的啊蓋住的 法 法 法啊 糧食缺乏的法 物資缺乏這個法啦 前後句子 前後句子 物資就貧乏 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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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定的意思嗎 也就是說 所以說,我看錯行了,是這一行的法 糧食就要缺乏的法 所以說 白朗章安樂他當年是為了吃啊 他不是因為性愛光碟 被露,他是因為要吃啊 肚子餓了 被美食所誘惑啦 那可能就是怎樣 他當年 他是不是因為江南案 被通緝 江南案就是刺殺蔣經國 那個時候 前 軍情 軍情局局長汪西林派 竹聯邦 去美國 刺殺 刺殺那個 記者江南嘛 因為江南寫了一篇文章叫蔣經國傳 然後 陳其里 張安樂 陳其里 吳敦 他們就去美國 在美國 殺害美國公民江南 江南是筆名 他有真正的名字 殺了江南 江南 之後 張安樂 張安樂也是 竹聯邦分子 他也是有參加嘛 那 他就被通緝 然後他就逃到中國大陸去 身無紛紛啊 要吃啊 糧食嘛 所以我們測至測到糧食 這個時候呢 中國共產黨的 胡伯伯 或者江伯伯 應該是江 江澤民 江伯伯 看到呢 蹲在 以下是我編故事的 想像的 蹲在 馬路一個角落裡 有一位 年輕人 被風 被風吹 被雨淋 然後 捧著一堆火柴盒 一根 一根的點 然後 聲音 顫抖地 問 經過的路人說 伯伯 叔叔 你就買一盒火柴唄 我快要 餓死啦 你就可憐 可憐我吧 但是 北京的街頭 冷風收收 竟然沒有一位人 願意停下腳步 來 多看年輕人一眼 這樣寒冷 這樣 風雨大作的夜晚 他的火柴 每一盒都 濕了 他 一根一根的點 最後 洞昏在 北京的街頭 江澤民 中共國家主席 轎車經過的時候看到一位年輕人 躺四角朝天躺在街道的 陰暗角落裡 立刻下令 停車 天躺下令人 說 就叫水蟲 去把 地上 那一頭 白狼 江澤民 當時看到的是一頭 白狼 叫水蟲 把那一頭 白狼 給帶過來 但水蟲 跑回來 向江主席說 報告主席 沒有你說的白狼 那裡有一位年輕人躺在那裡 江澤民 揉揉眼睛 我看花了嗎 親自走過去看 遠遠看是一頭白狼 昏倒在地上 貪亂在地上的白狼 他本來是準備把他剝皮 要當 冬天 要圍在脖子的 圍巾 他看是白狼 以為 像白狐狸那樣 要剝皮 當 當這個 圍巾 雕皮大衣 但走近一看 竟然是一個人 他在想說 好吧 先把他帶回去養 搞不好他會變身為 真正的白狼 我們再來給他剝皮 就這樣 白狼 有了糧食 吃 從此 對 中國共產黨 忠心耿耿 所以 他大言不慘 在台灣 公開的說 我就是中共的通路人 這是我瞎掰的啦 是不是這樣呢 這樣你們要自己去問白了 今天故事就講到這裡啦